深井這間幼稚園 學校門外張貼通告 提醒家長要保持警覺 看管好小朋友 有外傭亦都說 因應近日多了拐大小孩的新聞 僱主都提醒他們要加倍留意陌生人 放學之後要馬上回家 在家裡 你不認識的人 一個叔叔 你會不會跟他去喝茶 不會的 為什麼不會 我很害怕的 鬼子女 會抓小朋友 學校在課堂上都加插 教小朋友提防陌生人的環節 同時加強防範措施 避免被不法之徒有機可乘 我們在學校的門口 大門口那裡 已經加了人手 看著小朋友上學和放學 甚至我們派一些同事 出到校門外的龍尾 都在觀察小朋友上學的情況 他又說本港家長比較忙 照顧小朋友的工作 很多時都交給外傭 他提醒家長不應該過分依賴工人 很多時會有疏忽 譬如他們是不經意的 譬如在路上碰到朋友 打招呼聊天 聊了一些事情 接著聽聽電話 這一類的 就是應該要呼籲家長 提醒他們的家務助理 網上近日先後熱傳 兩名粗普通話的男子 3月7日在尖沙咀海港城 企圖拐袖一名3歲的女童 屯門至樂花園都發生過類似事件 香港歡頻段視記者王嘉林報導 當你和歌軍人說 除了婚多歌曲 經典的小節 但是不要每個小節 最近連線 現在我們兩位